这家人全被吊在树上 树后藏着一个拿刀的人 他将树枝砍断之后 其人全都被吊起来 直到大家停止挣扎 那人才把砍刀扔下来 这是一场案件记录带 里面记录着案发全过程 大卫第一天来就找到了他 箱子里面还装着一个摄像机 警察火急火燎的赶来 劝他不要在这栋楼里住 说这里危险 但是大卫拒绝了 他是一个作家 新书却一直没有灵感 为了寻找新的灵感 他将一家人带到这所凶宅 还骗妻子说 这只是普通的住处 这间房里发生的事情 他了解一点 住在这里的一家人都死了 可奇怪的是 他们的小女儿不见了 警察一直没有找到 拿到这些胶卷 大卫迫不及待地拆开看 谁知道里面保存的 正是上家住户的生活记录 一开始播放的都是正常的 就是一家人在一起玩玩闹闹 突然画面一转 一家四口全被吊在树上 只有小女儿不在 大卫感到震惊 他记录了自己 对这个案件的疑问 好方便后续的创作 事件太令人伤心 大卫不得不跑出去 透透气 顺便看看 那棵留下四条人命的树 回屋的时候 他看见出来上厕所的女儿 女儿很会画画 经常把家里的墙画满 大卫从来不责备他 反而经常夸奖女儿的画工 哄完女儿 他回到书房 打开了第二卷录像 这次是另外一家人 他们在河边钓鱼烧烤 非常享受生活 接着画风突变 一家人被锁在了车里 车上还画了奇怪的图案 一把火燃起 车子瞬间被吞噬 除了孩子 这家人也全都死了 大卫受到了冲击 他想打电话报警 可刚拨通就反悔了 他有新的打算 把这两个案件写进书里 将会创造新的热销高度 但是他很快就发现了案件的离奇之处 每次事件发生都会有一个箱子留存 可这些人不是死了 就是失踪了 到底是谁将箱子送回来的呢 带着这个疑问 大卫打开了第三个录像 突然外面传来了奇怪的声响 他出门查看 发现是自己的儿子梦游 躲进箱子里了 于是赶紧将他抱去屋外 因为支持父亲的写作事业 他们搬了好几次家 每次住的都不是正常的房子 儿子也因此患病 经常会陷入梦魇 为了照顾儿子 今天的观影暂时结束 第二天 大卫继续搞事业 录像打开 里面是一家人在泳池玩闹的画面 他们正准备吃饭 突然镜头一转 一家人躺在椅子上 被绳子拉住 随后一个接一个的拽进了游泳池 这次大卫在水里看到了一个影子 他将画面定格 走到屏幕前仔细观察 突然胶卷自动燃烧了 他第一时间抢救 勉勉强强 才能重新看到刚才的那个影子 紧接着轮到最后一个图像 这家人是被绑在床上 割断脖子似的 同时也有一个孩子失踪了 大卫从录像里看到了地名 上网查过之后 发现全部的案件都是真实存在的 楼上传来了脚步声 他壮着胆子上去查看 结果看见一个盒子底下 藏着一条蛇 等蛇走后 他翻开盒子 上面画着几幅画 赫然与他看到的所有录像 完全吻合 男人正在打电话 电脑里的恐怖截图 却突然看向他 等男人转过头 他又变回了之前的状态 大卫将之前的录像调出来 仔细观察之后发现 画面里面的男人 身上出现了好几双小孩的手 吓得他赶紧关上了电脑 因为上次家里出现了蛇 大卫请了警察来家里 还把听到的脚步声告诉了他 但警察不信 大卫也没有办法 不过警察愿意帮他另外一件事情 就是协助他调查 要写的书的案件 既然这样 大卫就让他详细地调查 案件的具体信息 但他留了一个心眼 只告诉了警察两起案件 等警察走后 大卫一个人在书房里研究录影 他发现每一次案发现场 鬼灭人都在 这不得不让人好奇 鬼灭人到底是谁 晚上大卫接到了警察的电话 他查到那两起案件的具体地址 并且惊恐的是 第二起案件的住户 曾住在第一起案件人的家里 就在大卫震惊的时候 电脑里的鬼灭人动了 等他转过头 一切又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 夜深人静的时候 任何动静都能听得一清二楚 大卫本来睡得安稳 可书房里却传来影片的声音 他走过去 发现录影在自动播放 以为自己忘记关了 大卫将电脑首页换成照片 看着这张图 他好奇地向窗外比对了一下 拿开后 外面竟然真的有鬼灭人 大卫以为自己眼花了 揉揉眼再看 外面什么都没有了 可他不信邪 还是走出去检查了一下 结果发现 自己的儿子在那躲着 他又懵眼了 这次的情况比上次糟糕 大卫将他抱回屋 再回去外面拿垃圾的东西 结果刚拿起手电筒 就看到正对面站着一只大狗 吓得他连动都不敢动了 专心防备狗的时候 他没发现 自己的身后站着五个孩子 狗间人多打不过 就先走了 大卫赶紧回家 身后的孩子也消失不见了 大卫将这些图片发给了一个教授 教授从图案中发现 那是三十年前崇拜异教神的象征 而神的名字叫做士同扯 他会将儿童引进幽冥之境 慢慢地吞噬他们的灵魂 但这只是一个传说 在现实生活中并没有真的发生 听完这些话 大卫将磁带和相机都锁进了柜子里 可半夜还是听到了动静 跟上次一样相同的录影正在播放 大卫一副见了鬼的表情 拿着棒球棍在家中四处寻找 小女孩突然出现在他身后 但他感觉不到 他一直往前走 就一直有不同的孩子在他的身后 可是不管走到哪里 等他转身 那些孩子又会提前逃跑 明明想出现在他的面前 又害怕被他看到 他将相机关上去女儿的房间里 查看了一眼 发现女儿正好好睡觉时 安心地离开了 女孩躺在床上 吓得瞪大眼睛 不敢出声 因为他的面前有一只鬼 父亲以为他正在睡觉 也没进来打扰他 第二天警察上门 他将遭遇的离奇现象讲出来 但人家一个字都不信 因为这些案件发生之后 警察已经搜查过事发现场 没有任何奇怪的现象 警察很认真地分析 说大卫是想写出好的作品 拼命把自己带入这个家庭 感受他们的痛苦 所以才产生了这些错觉 两人话不投机半句多 大卫也不想和他多扯 话题就此结束 女儿把话画到了走廊里 这件事情惹怒了母亲 大卫过来评理 可看到女儿的话后 他震惊了 这不就是录像里的小孩吗 女儿说 他本来想在卧室里画 但有个女孩不让 说这是他哥哥的房间 听到这些 母亲觉察到了不对 这间房子又死过人 大卫还将他蒙在鼓里 他与大卫争吵 因为他想要一个正常的生活环境 想让儿子的病能好起来 可大卫不愿意 他想创造一个新高度 想赚更多的钱 当晚 大卫被一束光束黄醒 他听见了奇怪的噪音 顺着声音来源 他爬上了阁楼 里面坐着五个小孩 正是影像里消失的那几个 只是他们脸上布满了黑色纹路 看起来像鬼一样 还让大卫不要发出声音 墙上拨着录像 里面有失同者的正面特写 大卫正仔细看 结果没想到 他直接走出了画面 把大卫吓得摔下了楼梯 还没等到缓过来 装照相机的箱子就掉了下来 他一把火将这些东西烧掉 然后带着家人连夜跑路 在新家收拾东西的时候 他又看到那个箱子了 打开一看 里面放着完好无缺的相机和录像 大卫气得将他摔得稀碎 东西散落了一地 他发现里面多了一个新的包装 上面写着家常版结局 刚组装好胶卷 大卫就接到了警方的电话 他说发现了新的线索 每一个被杀的家庭 之前都住在上一起凶暗的家 而且他们都是在刚搬走之后死的 如果视同者还在 那么大卫也陷入了这个循环 而且因为他提早撤离 事情说不定会更快发生 挂断电话之后 他再一次看了录像 这一次他清楚地看到 每一次案件的凶手都是失踪的孩子 大卫震惊得无以复加 但他头昏脑沉 有种想睡过去的感觉 拿起杯子 他看到里面被下了药 而这杯水是女儿为他准备的 大卫倒在地上口吐白沫 女儿站在他的身后 仿佛期待已久 因为他已经被视同者控制了 将大卫绑住 他拿起了摄像机 这次录像的主角是他们一家人 满墙的鲜血 昭示着这次谋杀的成功 女儿将最后的结果画在盒子里 随后就被视同者抱进了屏幕 成为了这次案件里消失的小孩 与此同时 盒子里也多了一卷新的录像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